詹捷課標題錯了 本來講的是火 寫的是水 那麼這節課呢就先從水來說 其實這個難因說法真的太多了 豐富 那我們再稍微換一個角度 前面說了這個火的望地在最上面 然後這是物子極醜 是一個無極必反的一個狀態 從心而生 然後像這種地方都是火比較旺的時候 木火嘛 然後這邊就西昂西夏 乃至於沉落到火山地下 那麼水呢在這個地方反而是旺 首先它這個人虛人鬼 它就是水的意思 在天上表示這個水的一個歸宿 那歸宿到哪兒這個亥呢 就是這個水的急望之處 比這個子還要旺 為什麼呢 有人說這個子不是陽嗎 水本身是陰的 那麼在這個陰位 二一個呢 它這個陰陽啊 水火有的時候相反的 就是這個害子跟四五是相反的 為什麼呢 它低脂藏肝 子五反而是陰的 這個是鬼水 這個是人甲 有人水 這個是上面同樣道理 你會發現這個陰身四害本身就代表老大 你看這個毛它就是陰的 陰就是陽的 其他的也是 這個就是陰的 這個就是陰的 唯獨這個水火 地質藏肝相反的 所以有的時候要好好考慮一下 那麽 冰子丁醜呢 煎下水就代表冰霄雪融 也可以這麽去理解 高山流水 水滴石川 都是這個象 它的壯點在高處 那麽這個滴打滴 這個呢 就有點不太好解釋 嗯 水也是比較弱的 但是它這個是一個 這個新的開始 這個步步啊 我們真正看到這個水下來 這個就顯得比較的明顯了 然後長流水 就是人鬼 水在這兒其實已經比較弱了 但是這有個水庫沈 同時呢 這個代表雨水 老是 也是 源源不斷 這個就顯得 流的到處都是 嗯 然後 冰武定位呢 在天上 那是天河 我們看不見的這個水 實際上這個 如果真的下雨 它可能是傾盆大雨 從天 一下而降 這個更是無極必反 這個更是無極必反 然後 甲申義有 甲義也是冒出來 是吧 新的 申義有就是 泉中水嘛 泉眼 波圖泉 什麽泉 各種泉 就是那個有名 這壹說 這件課呢 我們再往下看啊 這個說墓 恩 人子鬼仇三圖墓 就是一個 農桑 采摘之巷 一時的一個 開始 是一個結束 也是一個開始 一時 十色星也 首先從這個 現在活著 十開始 然後 跟一些某 這個墓 是回於最旺的地方 這個時候墓 都是成才的墓 你看這個要批法它 這個時候墓是 是最寒之松敗 經過了一年的 輪轉 這個時候墓 是最堅強的 甚至有的 我們可以說十年 是吧 是這個 百年樹墓 百年 然後 這個 烏辰幾四 這個時候 烏辰幾 也是代表 中壮年 那個時候 事業是最最發展的時候 這個時候是看結果的時候 所以說要批法它 那麼這個時候呢 陳四大裏墓 就是野地的墓 到處 漫山遍野 全都是 繼續下節課 這幾個說完的